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Lulu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非常排行榜》 今天咱们要说一说什么呢 就是在路上的风景 大家都说最美的风景往往都在路上 而美国确实就是这种在路上看风景最好的一个国家 因为美国是公认的最适合公路旅行的地方 全国的公路网络纵横交错 沿途的风景真的是美不正收 而且是各有特点 不同时代的历史和文化也在路上都能够看到 那么沿着公路大家就可以看到美国的千面百面 今天我们的《非常排行榜》就来给大家排一排 美国最值得去的五个自驾游的公路 来帮大家总结一下 看完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就知道怎么自驾游了 好 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排行 我们先看第五个推荐 第五个要说的是66号公路 可能66号公路你听着有一点耳声 但是我们看这张图片 你一定在各种酒馆或者是街头涂鸦 或者是一些小店里面看到过这样子的一个标牌 那这个标志现在其实已经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的 slogan一样的装饰物了 那这个就是66号公路的标志 可想而知它有多么的文明 真的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条公路 能像66号公路这样在全世界都取得了显赫的声明 比如说这个美国大街啊 母亲之路啊 很多很多的头型啊 都是在说这个66号公路 它呢也成为了无数人新石神网的自驾旅行公路 那这个这条公路呢 我们来说一说啊 它是始于芝加哥 终于洛杉矶 穿越八个州三个时区 全长呢有3940公里 啊它可厉害了 从沙漠无人区啊 农场啊 峡谷到西海岸 美国的66号公路是一条独属于勇敢自驾者的朝圣之旅 横穿整个美国可以说 那19世纪末呢 66号公路甚至只是一条这个走马车的一个土路啊 在1926年呢 美国政府投资啊 将断断续续的道路连接了起来 历时了十多年啊 终于竣工 那么在这期间呢 恰逢西方世界为之色变的经济大萧条 那这一修建工程啊 因为处在困难时期的美国提供了上万个就业岗位 那它呢也成为了很多工人维持生计的一个救命稻草 66号公路 它是始建于1926年的11月11号 在1938年才宣告全城完工 那它是始于这个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啊 然后穿越密苏里州啊 坎萨斯州啊 俄克拉赫马州 德克萨斯州 亚利桑那州 协贯美国版图 一直到咱们的加利福尼亚 那最后呢是延伸到了Santa Monica 跨了8个州 3个时区 全长呢是很很长啊 大概是3943公里 刚才也说了 所以说啊 如果是走这条公路啊 你就像观赏一部这个西部牛仔的或者是美国的一部纪录片一样 公路小镇旁边呢 贩卖着冒着气泡水的酒馆 还有霓虹闪烁的汽车旅馆 还有这个古市而老旧的加油站 那么怀旧的人啊 肯定会爱上66号公路啊 你一定要在66号公路走一遭 而且呢还可以选一间奇特的小酒馆来歇一歇喝杯啤酒 享受这种单纯节奏缓慢的这种怀旧情怀 除此之外呢 你还可以驾车啊 驰骋在历史悠久的66号公路上 放眼望去啊 可以看到玉米田 印第安保留区 和一望无际的沙漠 广阔的黄土 而且呢还有这个现任掌 零星的散步在期间 充满了这种西部牛仔的风情 很多美国西部西部题材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呢 都是选择在66号公路沿途来取景的 那说到这个古迹啊 比如说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啊 就是沿路的1940年的德士谷加油站 那么当年的加油站的风貌呢 是保存的完好无损 看看这里一座建于啊 这个这个加油站呢 是当年很多人就是通过这个德怀特镇而奔赴西部 寻找一个更加富裕的生活 在这儿啊 你能看到破旧的油表 还有木制的房屋 还有甚至生锈的铁牌广告 虽然说呢它的功能已经废弃了 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依旧能够体会到当年那种繁华啊 大家追逐美国梦的感觉 那么这条公路呢 它很长啊 建议大家如果去自驾的话呢 要保留20天左右 是可以玩的最充分的 好 我们来看第4个推荐 那么第4个呢 要说的是西沃德高速公路 那这条路呢 是一条很美丽的风景线 跟刚刚说的这个风格完全不同啊 它曾经被列入全美的最美十条公路之一 它是位于这个最北边的阿拉斯加州 全长呢是127英里 这条公路呢 它是迂回蜿蜒穿过阿拉斯加的荒原 那沿途呢 有绵延不断的冰川 在阳光之下闪耀着光芒 还有金银闪耀啊 幽兰冰川和蛮绵延起伏的楚嘉奇山脉相辅相依 而且呢 还有这个静谧的湖泊啊 在这个周围零星的散落着 并且你还可以看到野生动物啊 在集中 那么在这中呢 真的是跟城市啊 包括跟这种啊 我们的城市生活啊 或者是其他的公路都是截然不同的 是一种很奇特的享受 尤其是在秋天的时候啊 它会有啊 黄叶漫山遍野 那么在冬天的时候呢 就会大家看到 就会有雪山啊 大批的游客呢 也会来看极光 那在阿拉斯加这片最后的净土啊 大家都是很喜欢在冬天 来寻找最美的欧若拉 它呢 这个从安克雷奇到西沃德 那沿着海岸线修建 多次呢 被评为最美的公路之一啊 咱们一路呢 可以保围保揽这个台园啊 冰川啊 峡湾等等 罕见的这种风光 但是呢 这些都是这条路上的美景 只不过啊 这些风景呢 往往是在最极端的地带啊 比较小众 那因为是它在阿拉斯加嘛 所以说比较喜欢冒险啊 或者比较喜欢一些小众的风景的小伙伴们 很适合去试一试这条自驾游的线路 好 我们来看第三个推荐 那第三名呢 我要说的是蓝领公路啊 叫做Blue Ridge Parkway 那蓝领公路它的全长呢 是469英里啊 也是没有那个66号公路那么长 它是从这个维吉尼亚开始一直延伸到北卡 那它呢 是美国最顶级的观景公路之一 是美国人心中最最经典的Country Road 跟刚才那两个风格又不一样 它是一种田园风光的感觉 那它呢 是这个向北连接到了这个 仙纳渡国家公园 那么向南呢 是连接大雾山国家公园 这个公路啊 它是依山而建 两旁呢 设有这个Overlook的釜汉台 那么夏季呢 是繁花似锦 我们看到现在呢 是秋季的风光 那这个秋季啊 就是红叶纷飞 并且这条公路上呢 还经常有一些野生动物啊 比如说白尾路啊 野生火鸡等等 还有高山啊 瀑布啊 湖水啊 都是应有尽有 而且呢 随着季节的不同 或者是随着您开的路线的不同 它一路的景色 真的是变幻多姿 就像这样的一个 非常美丽的乡村风光 最好的观赏月份 那一定是秋天 一般呢 大家可以在10月中旬左右 叶子红了啊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自驾这条线路 可以一路欣赏到漫天的 各式各样多彩的这个红叶 那因为它是山路呢 所以说它 呃 大家开的要比较慢 要小心一点 线速一般在25到35迈 那全程呢 我们保留三天以上 会比较合适 游览这条线路 好 我们来看第二名 第二名呢 是哈纳海维 是哈纳高速公路 那这个 这条公路啊 是马克图温 称之为天堂公路 曾经呢 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评选为全美最美丽的公路之一 那这里啊 怎么说呢 是开敞篷公路旅行的这个绝佳地点啊 大家开着敞篷车 沿着海洋线一路狂奔 非常适合大家去聊聊门啊 这个哈纳公路呢 它的长度比较短 只有84公里 是从卡呼噜伊啊 向东绕过毛衣岛北部 众多的悬崖 啊 弯道很多啊 每一处弯道呢 都是可以让你饱览壮阔 蔚蓝的海景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瀑布 还有黑沙的海滩 也非常令人震撼 一边呢 是蔚蓝的大海 一边是各种的热带植物啊 茂盛鲜艳 哈纳的迷人之处啊 在于蓝天 大海 高山 啊 这个森林 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真的非常广阔 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它是大概有600个弯道啊 那么到达终点的哈纳 那每一处弯道 就像刚刚说的 大家可以看海滩啊 瀑布啊 还有落叶 墙墓 沿途呢 还有很多值得大家打卡的地方 比如说电影爱好者们啊 会愿意在这个伊甸园 或者是植物园里面停一下 去看看啊 这个侏罗纪公园的拍摄地 那继续往东呢 大约离开哈纳 16英里处呢 这个威露亚瀑布 从80英尺的高地奔流直下 那周立公园呢 也有宜人的海滩 那一处公路经过海上沿洞啊 每当小虾们聚集起来 这个海水呢 就会面 就会变成这个迷人的红色 所以说啊 真的可以说是 不是一步一景 是一弯一景 非常适合大家去约会哦 这条公路真的非常美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那第一名呢 那肯定是当之无愧的一号公路了 鼎鼎大名的一号公路 自然不用多说 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 那这个一号公路旅行啊 是北美最受欢迎的自驾路线 这个呢 没有之一啊 没有之一 国家地理杂志呢 将它评为一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 哎 真的是实在是不知道 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它的美啊 一号公路呢 是从旧金山北一路蜿蜒向南 直到洛杉矶的南部 它穿越了加州整个的西部海岸线 是一个海岸线的风光 大家沐浴着阳光啊 和海风啊 去看太平洋的惊涛派案 去看美国西岸的这种自由狂野 看洛杉矶的群星璀璨 看旧金山的这个溢彩分成 这条大概是1000公里的公路啊 是由南至北 是浓缩了真的最精彩的 美国西海岸的风光 一条公路全部都包揽了 那一号公路沿途呢 几乎覆盖加州绝大部分的海岸线 一侧靠山一侧临海 大家要注意的是啊 这个一号公路 咱们一定要从北向南开 也就是呢 旧金山一路向南开到洛杉矶 整条公路呢 这个是这个梦幻般的海岸线啊 因为大家这个方向呢 才可以停留 然后去沿路欣赏这个海岸的美景 不然如果是从洛杉矶开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去停车下来观景了 我们这个海岸线啊 在这个狂暴的礁石啊 蓝色的海洋和这个悬崖峭壁之间 阿罗多姿延展它的这个S型的身段 沿途呢 还有很多的风景 很多的风景小镇 还有国家公园 又让它呢 感觉不仅仅是 只是看海岸线这么单调 大家可以看到 还可以看到洛杉矶的绝美的落日 还可以看到旧金山的金门大桥 还可以看到 当然了最美的海岸线风景 好了 今天呢 就给大家推荐这五条 非常适合自驾游的线路 那不知道大家对哪个感兴趣呢 其实它们每个都各有千秋 有的是很具有历史感的 有的是风景特别美的 有的是处于极地的 大家呢 如果有时间可以选择啊 当然了 我觉得五个都是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非常排行榜的全部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露露 咱们下期非常排行榜 不见不散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